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妙妈妈 今天早上和我们家小韩吵了一架 因为她老是说她不想去上班 莫及到了九点半还不走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赶她出去上班 然后把她吵起来了 因为她最近老是在家里跟我吐槽 她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的 再怎么样你出去上班一天的钱 一个大男人也不能总在家里吧 是吧 然后因为小孩马上上学了 我觉得压力也特别的大 不去不挣钱怎么行呢 然后反正就是话干话的 脑袋挺不愉快的 今天一天也没有理我 平时每个屁事的时候 就是给我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什么的 然后今天 今天现在马上四点了 然后一个电话也没来 可能是今天早上的态度也有点恶劣 然后今天晚上好好给她做顿饭 弥补一下 然后现在要先去把肉拿出来解冻 解一下冻 晚上做点好吃的 哄一哄她 这个老小孩 好凉呀 我天天是在家里哄完两个小的 然后再去哄她这个老的 我真的是太难了 我现在可心睡觉了 在四点 还能看一个小时的电视 也就白天 可心睡觉了 有我自己 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看会电视 躺着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好去接我儿子了 刚才还说给她做好吃的呢 然后这就给我发信息说 晚上她要出去吃饭 看四点零三的时候跟我说 三哥请吃饭 他要晚点回来 也不知道是故意躲着我 还是就是这么碰巧 再也不敢拦呀 是吧 可心 我们要去接哥哥放学了 好不好 醒醒了五点了 我们要去接哥哥放学了 好不好 你就坐在这儿 妈妈把鞋给你穿上 小表情 我们要去接哥哥了 一会儿见 儿子接回来了 我又要去做饭了 真棒 给你个赞 棒棒 你真棒 说吧 今天想吃什么 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可心 肚子不疼了 只能看学习的 不许看别的 妈妈怎么 大熊猫怎么爱 吃什么 你看 一拿着手机就这样 拿看学习的 看看我可心 可心 跟大家打招呼 不理我可心 不许看 乱起来 有两小只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好坐着吃 快十点了 我们家小杨同志还没有回来 我都带着这两个导弹鬼 从河边上玩完回来了 又在这吃饼干 等着他爹回来给他们洗澡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宝宝 还是我的小棉耳贴心 等妈一起睡觉 等爸爸回来跟妈妈一起睡觉 想多了 我们先睡觉吧 不等爸爸了 好 看看了 可欣 干嘛呢 下来 还揍了 快拿枕头来 我们先睡觉 快点 你的枕头自己拿下来 躺好了 躺好 快点儿可欣 这个不需要这个了 大了不需要这个了 为什么要 我们等了一晚上 也没等回来 我要先哄他们两个睡觉了 可欣 跟大家拜拜 拜拜 你说晚安 晚安睡觉啦 晚安睡觉啦 海大小 啊